喝了您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对 这是我明天摆的修道院 以及修道院的朋友们 什么叫修道院呢 就是国外的和尚酿的酒 就叫修道院啤酒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严苛的规定 比如第一 它一定在修道院里 那一条外部都不算 第二 酿到的过程全程 至少一个教室在京都酿造 然后第三就是说这个酒不能商业化 卖出去以后 除了教室他们自个本身的花销 剩下的钱全部捐给慈善 这样剩下的酒才能称为修道院啤酒 很多酒厂看见修道院啤酒 这里卖的不错 大家都喜欢 都抢着买 要不干脆大家合作 这个我也出一个修道院啤酒 那是不行 不符合这个规定 工厂你不能改为庙 对吧 你总经理改为风筝 不合适 怎么办呢 教会的就转移一些配方 或者商业化把它直接卖给一些酒厂 但是它不算正经修道院的体系里边 只能算修道院风味啤酒 那怎么区分呢 只有在平标上 赶标这个六边形的 才是真正的修道院啤酒 精简中的经典 罗斯福十号 可以看一下泡沫是非常非常之丰富 细腻 发酵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一点点酒精的味道 基本上你闻的味和你喝到的差不多应该 经典就是经典 喝到嘴里的一刹那是甜的 口头的两边感觉到果香 发酵的香气直冲鼻腔 只有你咽下去网上反的时候 有酒精的味道 但是酒的味道不冲 虽然它的酒精度高达11度 但是这个酒喝的不让人烦 你说喝这么烈的酒不能生辣 我这好东西啊 老白的脖子算长吗 这就是老白油蒜茶啊 咱们店里面有的 蒜茶要掰着吃啊 浓浓的蒜味不油 纯齿留香 这样旧的啤酒特别的好 下面就是有纯正血统的 致美啊 经典的经典 这应该是畅销了好久的 荒沫丰富而持久 进去以后首先发酵味道是一样的 非常的浓烈 你几乎察觉不到它的酒精度 后调反上来 它也不是纯酒精的味道 它是香味 跟罗斯福不一样 跟罗斯福稍微裂一点 给它大概90度高个2度左右 蒜茶旧酒 真的是越喝越有 下面一款就是荷兰修道院 哇 它只是修道院风味的啤酒啊 丰富的泡沫 甜甜的感觉 虽然说酿的也不错 发酵味也够重 中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酒精度了 可能先入为主啊 觉得经典的味道是正确的 拿那个标准来判断它的话 它的那个酒精度压的可能不如前来的话 那么明显 喝了一会儿我现在脖子里 你看这 也没有脖子 来口老白的脖子 下一款 这就是圣博纳12号 修道院风味啤酒 因为它没法取得六边形的标嘛 所以这是隔了一个四边形 上面画一外国和尚 是你这是修道院 几乎闻不到酒精的味道 口味上 螺丝融十号 非常非常的香 它香味可能比前三款都要突出一些 淡淡的果木香 同时在厚调没有咽下去之前 酒精味已经发出来了 正是来讲非常的易的好喝 不是说这个没有流边形的就一定不好喝 现在完全手工酿造的 只有一种西弗莱特伦 它每年只生产4000桶 你要想买的打电话 60天之内只能打一次电话 而且每一分钟啊 打电话得有多少人呢 85000人 可以说万金难得吧 同学们 下一款就是我个人最期待的 腰月饲料 它干上是这样的 也是它的一个logo 它和前几款 最大的区别就是香味 透透的酒精味 然后加啤酒的香味 盐碎豆的香味 香中带苦 回味无穷 第一出来的是甜 充实你口香 当你意识到这种甜的时候 突然它的苦涮出来了 二一天落伍 一人一半 进到中调和后调味道是一样的 香气四溢 欲巴不能 下面一款就是比较奇葩的 卡瑟巧克力 就这么闻的话 就是巧克力的味道 如果你想体验卡瑟巧克力的味道 你要吃块巧克力 同时喝一杯白酒 作为修道院来讲 它的酒用度是高的 喝来也是非常的香 但让我很奇怪的是 它的巧克力味道过重 请特别懂啤酒的小伙伴 麻烦你告诉他老白 为什么他也属于修道院 就您个老白的脖子 干脖 那么喝到这里 有没有结论呢 就是这两款 罗斯福十号 还有智美 它们确实的味道做得稍微纯正一点 提出表扬的是 妖月同学 个人非常喜欢的 另外三款呢 也不能说人家不优秀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啤酒 只有最适合你口味的 喜欢这六款酒 或者其他奶几款修道院呢 你可以再跟我们 互动一下 老白在评论区等你 然后下一期 我们就不见到讲什么了 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